第九河川局规划进行秀工栏西德武段及红叶西护体防灾工程 6号下午特别召集了玉里及瑞税两厢正名代表 里长召开了工程说明会 与会的代表还有村里长也就河床及野稀排水口 高滩地方及河道防风沙等一提提出了建议 经过讨论交换意见之后取得共识 也期盼改善工程能够尽快动工 在听取简报后 针对了第九河川局要加强秀工栏西德武段河道改善 以及红叶西瑞税提防沿件防灾工程计划 玉里正代会副主席江文博 正代表叶维奇当面提出了林雅西口排水 以及河道高滩是否造成大水溢流的问题 后来水保团上也把推到给九河局 然后那边都没有做 所以会是希望那个地方可以把它做好来 因为如果做大水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水量真的很大 情况可以帮忙这个部分稍微打开一点 舒缓一下 那那边上游看起来水到可能会冲上高滩那边 那水会不会往我们叶代表这一边住宅这边跑 如果水大量一点的话 另外渔会的瑞税湘民代表林玉芬 南区县政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就红叶溪堤堤防末端延检计划中农地板桥的设置 及铁公路施工后岸边土方恢复等问题高度关注 可不可以贴心一点就直接就帮我们的板桥就设计进去 如果旁边有涉及到农地的部分 希望给我们农民有一个比较好进出的一个板桥 原本就有路进出 那因为我们做堤防之后 那条路我们一定会做板桥 那如果是田丘的部分 因为原本没有路嘛 原则上就会变成两块 共用一个板桥 那个申部局长很有诚意 要来协助 那我们也很期待 因为毕竟这两条河川在我们热水地区 玉林地区都 除此之外包括了里长建议能多与地方沟通说明 修古兰西瑞税大桥河段缩小 可能造成水灌灾情 红叶西提防沿件设计公路等问题 第九河川举与地方热烈讨论缴运件 最后也达成初步共识 在明年的迅期到来的时候 可以发挥它的一个保护的功能 修古兰西德武段河道整理 与红叶西瑞税提防沿件工程计划 在取得地方共识后 第九河川局副局长郑国珠表示 市资4900万元的防灾工程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发包动工 若没有问题 希望能够赶在明年防汛期前完工 以保障沿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是越南瑞税采防报道